少年移民车装逼 正媒车主反映戏剧化大转变 社群媒体是众人展现自我的好地方 不过有些人真是为了讨赞而无所不用其极 一名马来西亚男孩 就在一台豪华跑车前面摆pose 还附诸标语不断砥礼自己 好像这辆车就是他自己的一样 这屁孩的帖文辗转被原车主看见了 于是正牌女车主NM 在她的推特上发文置之一笑 她把屁孩的Instagram贴文截取下来 并写道不知道谁家的孩子跟我的车合照 我是不介意啦 但看看她获得的回应 有些网友评论男孩是 欧亚郎 偶像 但没想到NM的推文在推特上爆红 而导致少年被网络乡名霸凌 许多乡名上了这屁屁的男孩的Instagram账号 留下恶毒的评语 NM为那男孩感到遗憾 他原本并无意害他被乡名们霸凌 而且毕竟他还只是个年轻的孩子嘛 NM于是公开呼吁湘明 不要再批评男孩 他还亲自造访了这位男孩 确保他不会因为网友恶毒的评语 而受到伤害 NM后来上传他与男孩 在豪华跑车前的合照 NM为男孩辩护说 他是个好孩子 就只能在这边祝福男孩 希望他以后买得起自己的跑车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